九七回歸之後 尤其是過去的十年 香港的教育變得很難 就好像一個爛蘋果 但今次爆破的文憑史 歷史科美化 日本侵略史題事件看來 爛蘋果已經變成一個毒瘤 而且奇毒無比 正在每日腐蝕 香港青年新一代的心智和價值觀 如果不採取立即有效和果斷的行動 香港新一代 變成數典亡祖的漢奸新一代 已經指日可待 學校本來是讀書學習的地方 本應該寧靜拒絕政治 但反中仇中的洗腦教育 就無處不在 而且是一條龍洗腦 由偏頗的教材 港獨的黃絲 甚至以自由民主人權做包裝 用增強學生批判能力的 必修必考通識科考試圖讀學生 今次考評局文憑史 歷史科試題事件 暴露出香港的教育問題 原來已經病入高坊 香港賴以存在和發揮優勢的 一國兩制憲政體制 在香港的教育下已經變成戀直 歡迎外國介入 歌頌日本侵略 侮辱自己叫支拿的反智思想灌輸 原本大家以為只是個別的教師出了問題 現在看來香港的教育界 是塔坊式的集體墮落 為了一己政見 不惜顛倒是非 被誤人子弟 連日本侵華這些鐵證如山的歷史事實 大量中國人人命傷亡 多少家庭家破人亡 都有教育界的敗類 敢冒天下之大不諱 公然喘改 還要放在必答題目部分 逼所有學生作答 人性之良薄 心腸之大毒 叫人此難 這種人都配做教師 這樣就解釋了香港的教師形象 和記者一樣 為何會每放月下 越來越多人批評和看不起 教協和記協儘管繼續做鴕鳥麻木互短 他們最終都要為整個行業的輝落 富上代價 教育的根本除了是學習知識 更重要的就是學習做人 在過去一年的反修例暴動裡面 學生被捕人數多達三千多人 不要再說這麼多什麼深層次原因 腦吊牙的言論 最直接 首先需要問責的是香港教育界 即是教師 為何會有這麼多學生 尤其是中學生 會這麼暴力地目無法紀 這樣想怎樣就怎樣 任意妄為 請問一個月 數萬落袋代代平安的香港老師們 你們就沒有一些責任? 一些良心不安都沒有? 老師參加暴動 老師鼓吹暴力 老師煽動仇恨叫黑警死全家 甚至老師帶學生去堵路 凝壞參加犯法活動 過去一年已經不是新聞 而是事實 所以每次聽到教協葉建元之流 顛倒黑白地 麻木為害群之馬的各種失責 失德教師胡短 我實在為那些 一貫盡責堅守教育原則的真正教師 感到不靜 考評局在教育局要求刪除有問題 歷史科試題的評分後 仍然態度曖昧消極 說要開會研究 其實是推堂 試卷試題出了問題 歪曲歷史 美化侵略 對不起死去的數千萬同胞 考評局就連一句道歉的對不起 或者致歉的說話都說不出口 只是懶懶地一句遺憾 遺憾是什麼意思? 就不是不服氣不認錯的意思嗎? 和很多黃絲當道的組織一樣 考評局顯然又想用什麼專業自主 學生利益之旅的理由 來抗拒教育局行使監督權 政府絕對不能讓他得逞 否則又會變成另一個 沒有枉管的港台獨立王國 香港教育界的塔坊式崩塌堪稱一條龍 反政府、反中、反一國兩制的黃絲 從幼稚園、小學、中學 都大學滲透其中 平日向學生洗腦 一日灌輸反政府、反一國兩制、反中 出了事不要緊 教協、黃媒和反對派議員 甚至西方都會出來保護支援 這次美化日本侵華的歷史科試提出了事 教協立即跳出來互斷 反對派、那管有血性的香港市民 和14億的中華兒女 全球華人極度不滿 為了政治 他們就算將黑講成白都在所不惜 當然,今天更加明目 將膽進化到美化日本侵略歷史 想借考試 誤導學生反過來 多謝日本侵略中國 這樣倒行逆施 顛倒黑白 疑害下一代 如果是一個爛蘋果就已經爛到入果心 連最基本的中國人歷史觀 抗日戰爭 大量中國人被殘殺的史實 都可以歪曲處改 硬要問利弊 就算是日本右翼分子 今時今日都不敢明目張膽 偏偏香港的教育界就出了這些敗類 教協還好意思開記者招待會 說香港的教育敗類正遭受白色恐怖 惡人先告狀大家見得多 但好像教協這種無理教師之惡 事關下一代 社會絕對不可以啞隱 教育局更加不可以妥協 一妥協 就等於將香港的下一代 白白送入虎口 如果考評局 歷史科美化日本侵華的試題得不到取消 相關負責議題審題的人員 得不到懲處 香港受黃絲歪曲的數典亡中漢奸教育 只會繼續抬悟下一代 你想你的子女將來變成要多謝日軍侵華 奸淫勞略殺人如麻的亡本一代嗎 教協高層 若果真的覺得沒問題 他們應該飛去南京大屠殺紀念館 直接向30萬的亡魂下跪說明 最好在那裡過一晚夜 聽聽苦難亡魂的悲悵 聽苦難亡魂的悲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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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 聽苦難亡魂的悲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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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